上集我们维修好了天津汽修同行寄过来的一条奥迪A8D3 今天我们继续维修剩下的两条大切诺基 先打起侧漏 左边的剪针漏器 拆保压法 拆卡扣 顶盖有点老化松动续更换 卸下螺丝 我们用专业的工具轻松分离机芯和修理包 我们可以看到右剪针机芯漏油很厉害 再用品诺施工机检测机芯内部 结果显示两条剪针除了漏油没其他大毛病 因为机芯漏油 修理包的橡胶器已经开始被腐蚀 我们需要制作新修理包 我们把要更换的新推荐准备好 开始制作修理包 首先先测算好扣压数据 选择对应的扣压模具 先扣压小环位置 端头装上缓冲胶 再扣压大环位置 最后再卷皮囊 一个新修理包就制作好了 将注好油的机芯仔细清洁一下 依次装上欧形圈 抹上款式磷润滑 装上防尘套 再把机芯放入新修理包中 依次装上密封零件 更换上品诺自主研发的耐磨耐腐蚀顶盖 顶盖老化变形也是减震漏气的一个原因 再进行补气定位 装上保压阀后注入13个气压 测试一下漏气及保压效果 静静观察10分钟 如果气压没有掉下来 减震也没漏气 那么这条减震就算维修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